发芽的大蒜到底有没有风险呢 丢掉还是继续食用 一般来说 大蒜发芽后不会有毒素的产生 完全可以继续食用 但是既然发芽 说明大蒜存放的时间过长 或者存放不当引起的 在食用前也要注意一定的风险 首先是变质的风险 大蒜本身没有危害 但是大蒜肉质可能会脱水变质 甚至出现腐烂发霉 有的已经出现颜色发黄 有霉斑的存在 发芽的大蒜可能会有苦味 会影响大蒜的口感 另外有研究表明 发芽的大蒜会有营养物质的丢失 影响大蒜的质量 总之从食物的营养角度来讲 最好吃新鲜的大蒜 尽量不要放置发芽再吃 大蒜的储存方法也很重要 如果不会储存 最好依次少量购买 缩短存放的时间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